本日凌晨5.25分 在本辖重庆路上的一家KTV 而两间包厢的客人消费完毕 在一楼正准备离去 甲方的周南跟乙方的桃女 因为抢搭计程车而发生了口角 而桃女遭到周南的推挤 此时乙方的桃女的友人 周女见状就踹了这个周南一脚 进而引发双方友人 总共有14名互相斗殴 本分局在11月2号KTV开放饮食之后 为了有效遏止街头暴力事件的发生 立刻超前部署KTV周边的防治痘瘤的警力 所以在这个案件获报之后 能够迅速以优势警力赶至现场 将14名的参与痘瘤的9克 强势的压制代捕 讯后全案将以妨碍秩序的罪嫌 移送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